歡迎收看第六集的布吉之旅 今天會帶大家來到布吉鎮 對於自駕人士來說 最關心的一定是泊車的問題 最基本的就是路邊黑白格就可以停 紅白格就不可以停 而且布吉鎮這裡有畫位 畫了位就可以停 不過還要留意日期的單雙數 如果是單數的話就停右邊 雙數的話就可以停左邊 通常跟著別人拍攝的話 大部分都不會出錯 不過下車之前 記得看牌子 究竟合不合 如果你不幸 被人抓到的話 就會鎖了車子 而且會貼罰單 那就需要去到猜館 更加500筆的罰款 這間是專門吃牛肉湯粉的 它還是2020年和2021年的米芝蓮推介 麵的種類有三款 分別是米粉 又可粉 和粗可粉 一碗只是65筆而已 還有要留意這裡的營業時間 是早上7點到下午3點半 如果想吃的話就要早點來吧 由於它的店鋪比較舊式 所以這裡是沒有冷氣的 馬上要點罐可樂 來量一量才行 先試一下湯 它清湯加鹽香味 有點像 前幾天在酒店 我們選了最寬的可粉 它吃起來也挺滑 而它的牛肉是剛剛焯熟的 也挺嫩的 我比較期待它的營牛腩 可惜我們太遲來已經賣光了 而在這麼多東西裡面 我覺得它的牛丸是最好吃的 彈牙之餘 它也很有牛肉味 由於它的湯頭太淡了 唯有加少許調味料 我就選了這個泰式蒜蓉辣汁 除此之外它還有魚露 辣椒粉 炸蒜 砂糖等等 其實麵也挺好吃的 但這裡真的太熱了 只有300公尺 完全沒有冷氣 而且現在是多少度 應該是30多度 其實寶吉鎮也有很多逛街買東西的地方 而這間就專賣摘染 它的年生裙 大部分是400匹 500匹左右 價錢也不太貴 而且款式也很多 而且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cafe 和甜品店 它們的食物也好像很吸引 而且環境也不錯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這些內容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接下來去布吉鎮就可以拍給大家看 走了一陣之後 我們就來到這間cafe 它其實都是位於舊城區 不過就不是最中心的位置 如果在剛剛星法那裡走過來的話 大概7分鐘左右 為什麼我們會過來呢 其實就完全是因為它的裝修 整間店都是以紅色作為主題 而且這裡還有美式雜貨店的感覺 整間店一切一切都非常可愛 這裡的飲料大概是65至90匹左右 另外還有非常多選擇的蛋糕 而且價錢也是100匹內 在這個布置之下 每一款蛋糕都好像很吸引 教得我每一個都想吃 這間店不大 只有幾個位置而已 不過來的時候也是泰國本地人 我真的有種在google map尋到寶的感覺 我們點了兩杯飲料 加一件蛋糕 埋單只是230匹 即是剛剛好50港幣 雖然地方不大 但是整間店都是充滿著打卡位的 如果喜歡拍照的話 這裡絕對可以拍到百多張 真的嗎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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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飲料到了 它是用這個超可愛的紅色杯架裝著的 這個店主真的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蛋糕也是100匹左右 飲料也是 100匹左右 我們點了一個Oreo蛋糕 它的Oreo是很濃郁 而且不會太甜 我覺得很好吃 95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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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cafe坐了一陣子 有人竟然說肚餓 所以我們就選了這間拉麵 它叫做Hana Ramen 在google map的評分有4.8分 也算挺高的 而且價錢還挺便宜 我們來了一間拉麵店 也是在Old Town附近的 但不是大家看到那幾條大街 因為我們吃了太多泰菜 想吃其他東西 而且這裡的拉麵也挺便宜 現在3點多 我來也不是吃飯時間 但它也是很多人吃 它已經敷了 我們期待一陣子拉麵好不好吃 點了一個豚骨 和一個雞白湯 我沒有叉燒 我都是這個 我沒有叉燒 我都是這個 我覺得這碗麵10分我會給8分 你們都說了 10分 天啊 晚上我們又再次來到布吉鎮這邊 吃一間很有名的餐廳 因為它是有連續5年米之年推介的 它的名字叫做One Tune 如果不想等位的話 就建議提早訂位 我們這次就是walk in 等了6-7分鐘之後就有位了 不過要坐樓上 樓上的話 裝修就沒有那麼漂亮 比較簡陋 首先 養飲方面 我們就點了這個 Thai Milt Tea with grass jelly 它裡面就好像有些鮮草 這個泰式奶茶 是我們這個旅程喝到最好喝的一杯 而這一份就是他們的招牌菜 泰式紅燒肉 你沒看錯 我筆上來的那些全部都是油 一開始真的有點嚇倒 而我們點的其他食物都不再是招牌菜了 這個是Basal辣椒炒魷魚 它的魷魚比想像中彈牙很多 而且調味都做得非常好 有很香的Basal味 而且有一點微辣 加上醬汁是超級送飯的 而這個紅燒肉絕對很適合我這種濃味人士 絕對會想為了它再去一次 炆得超級軟 而且很入味 果然是招牌菜 最後就是這個在Tony's restaurant 都吃過的咖喱炒肉碎 不過這裡的薑絲比較多 會辣了一點 這一餐我會給9點2分 建議大家來布吉鎮的話 也可以試一試 這裡完全不像是泰國 好像是有種歐洲的感覺 在16世紀至19世紀 布吉鎮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 所以吸引了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移民過來這裡 而在20世紀初 因為石礦熱的輕盛 吸引了更多人 在這個時期 布吉鎮的建築風格 受到了西方殖民地的影響 很多商人和有錢的人 開始在這裡 興建富麗堂皇的住宅和商店 所以這裡的建築風格 是融合了歐洲 東南亞風和中式的 而近年政府開始重視保護和修復 舊城區 有不少路舊的建築都成功轉型 變成餐廳、café、商店等等 就是這樣變成了現在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布吉鎮 最後一站帶大家來到 泰式傳統甜品店 來到泰國 除了沙冰、芒果、糯米飯之外 都一定要試一試他們的特色糖水 在門口已經看到 他們的配料非常豐富 而且是色彩鮮豔的 這裡是有英文菜單 而且它的價錢非常便宜 總之每一站都有想吃的東西 來這裡真的要留定肚子 不要吃得太飽 這麼快我們的糖水就來了 首先這個 真的是泰國特色 傳統的糖水 它是有這種彩色的小丸子 基礎是椰奶 另外我們還點了一個榴槤糯米飯 紫米露配芋頭冰淇淋 和這個烤麵包set 好冷 兩款糯米飯沒什麼驚喜 不過也是以椰奶作為基礎 所以也挺膩的 如果大家早點來的話 可以選新鮮的榴槤糯米飯 可惜我們太晚了 所以已經買完了 這個烤麵包非常有驚喜 配上了斑蘭醬 煉奶和朱古力醬 麵包是烤得脆薄薄的 還有塗牛油 所以是鹹鹹的 很好吃 整體來說 太多椰奶了 這間糖水店我會給8.7分 吃完糖水了 真的飽到瘋了 所以我們點了5樣東西 才賣199塊 今天和大家在布吉鎮過了一天 吃了5間餐廳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類型的影片 有沒有興趣呢 又有沒有選到下次想去吃的餐廳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還有記得按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見 拜拜 1分鐘 4confidence 3分鐘 4至yn 5 5 5分鐘